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意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南宫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家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 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你就是想为贺锦西 你不必要 我帮帮忙啊 那应该是想为贺锦西 你很想为贺锦西 难道 进 有什么事 直接说 西成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熙吧 就是因为他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熙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那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贺锦熙做的吧 有区别吗 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署名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气走 那你说 他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他关系好 谁要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我已经改到第二天了 他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帮我看看吧 行 老大那边有情况 死不来心 老大想要 好 可以 系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 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一样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 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系成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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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 就等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好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我 来 起来 西肠 不要这样